英国政府上星期投下了减税震撼弹 却跟自家央行的货币紧缩路线冲突 明明要升息却又大幅减税 让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股市会是双双重变 动荡氛围让英国央行在28号紧急宣布要出手救市 即日起到10月14号收购长期公债 并把原定下周启动的缩表行动延迟到10月31号执行 希望能够恢复市场秩序 虽然政府想安抚投资人情绪 表示新上任的财政大臣夸腾 每天都跟央行总裁碰面 努力做好协调工作 但只不住要夸腾下台的声音在朝野四起 国际货币基金也批评英国政府的财政计划 会影响央行货币政策成效 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多个研究跟信聘机构也警告 政府的大规模减税将造成预算赤字恶化跟利率上升 只怕会让英国经济又陷入另一种困境 欢迎新闻的签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